李师傅住在杭州拱树区山前横路附近 就在半山公园下面 平时他习惯饭后到山上走一走 宁河洞和山前横路路口西侧有几棵相征树 李师傅说 6月2号晚上 他走到这时被白蚁拦住了去路 一下子走不过去了 他白蚁很多很多的飞出来 而且我站了一会儿 等了好长时间 他还是源源不断的再出来 是什么东西 白蚁它会飞的都会飞的 很多很多 李师傅拿出对着路灯拍摄的视频 当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从画面下方不断有白蚁向上飞出 这个白蚁就从这个相张树上面出来的 我看到那个好像是什么 什么白蚁很多很多的在向外面飞 因为天将近要黑了 白蚁它飞出来 我看到它的方向都往南飞的 我看了好长时间 李师傅带记者来到这几棵相张树下 其中三棵树的树干外 可以看到一些蚁巢 用树枝拨动蚁巢后 不少白蚁开始来回爬动 记者还看到一只带有翅膀的白蚁 从蚁巢中爬出飞走 李师傅说 这种带翅膀的白蚁就是他那天晚上看到的 好像比山上的蚂蚁还要大一点 然后你这个翅膀它超过这个绳子 这个翅膀也长过这个绳子 所以它飞起来都比较快的 李师傅介绍 前几年他也看到过这样的白蚁 但从没像这次见到的这么多 他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得到处理 之前他把情况反映给了田园社区居委会 记者了解到 社区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了杭州市白蚁房治研究所 以前我们自己搞绿化的 去那个效果也不太好 他网上也买了白蚁药水 等于说这个跟他们专业的有区别 等于说我们自己搞是效果不好的 所以说我只能让那个白蚁房治所来处理 我们也没接到过等于说相关的培训过 这个东西都是要专业的 你这个白蚁的话 我们也不很懂它的规律 它的东西 反正是我们只要接到 肯定会处理的 杭州市白蚁房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建议 最近一段时间 市民在傍晚时分要注意关好门窗 它就是这个季节到了以后 它沉重就会飞出来 飞出来以后逐渐死亡 翅膀脱落逐渐死亡 这是它的一个生理周期 自己家里的话门窗关好 大连关好 不要开太亮的灯 这个是可以防止白蚁飞进来的 这一个方法 118黄青眼基础报道 白蚁爬的话是小的了 但是长大以后都会飞的 我认为这个不会飞 可能还小了 会飞可能都大了 一般白蚁都会飞了 在李师傅家附近的香蟑树上 记者看到了两种白蚁 一种是全身白色 比蚂蚁要小一点 还有一种身上长着大翅膀 爬了两下就飞走了 这种白蚁也出现在了 李师傅拍摄的视频中 全国白蚁防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其实是同一家族中 两种不同类型的白蚁 白色体型小的 是没有繁殖能力的公兵蚁 带翅膀的是具有繁殖能力的繁殖蚁 也叫分飞蚁 这种分飞蚁就是到 一般这个时候 就是梅雨季节前后 气压变低的时候 然后它就开始飞出来 飞出来以后 基本上昆虫都有相关性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飞的时间段 也基本上都在半午 半晚前后 他们说是往南方 一个方向去飞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 要么就是一个巧合 因为它刚好这上面 是有灯光的 因为昆虫飞出来以后 都有相关性的 它基本上会顺着光源的方向去飞 它会不会叮咬人之类的 这个一般不会的 工作人员介绍 见到白蚁繁殖蚁 不要过度惊慌 家中出现几只繁殖蚁 并不代表一定会产生虫害 因为繁殖蚁出巢后 大约飞行几小时 翅膀就会脱落 他们想要在家中进行繁殖 需要的条件 还是相对苛刻的 基本上的概率很小 因为像这种 基本上是大批量 到你家里面以后 偶尔会有几只 然后就是交费成功的 就是说是钻到你家里 某一个部位里边 这个部位 而且刚好水源温度 以及它的这个石料都有 那么可能会产生 这个新的群体 单单飞出来这几只的话 它是就是几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死掉了 在城市中 白蚁对房屋 仓储物资的注食 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宋月辉提醒大家 虽然白蚁造成危害的 概率比较低 但也不能轻视 最近这段时间 还是要注意在傍晚时分 关好门窗 并注意保持室内干燥 像这个时间段 它飞出来的季节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门窗肯定要是关好的 但是有杀窗的话 它杀窗一定要关牢 这样会阻止 大部分的白蚁飞到你家里面来 发现有近年的话 尽量就是能够发现 这时候飞进来的 你先给它打扫掉就可以 问题都不大的 无非就是有些 可能是没有发现过的 就是你要多注意一些 厨房啊或者卫生间 这些有潮湿的地方 有水源的地方 这些门套 或者有木质结构的这些地方 专业人员表示 如果家中真的出现白蚁虫害 要注意保护现场 不要擅自使用 市面上出售的 一般杀虫剂处理 务必及时报告 当地白蚁防治机构 请专业的白蚁防治人员 上门灭制 出现在室外的白蚁虫害 可以联系绿化部门 或者请有资质的 除四害公司进行处理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